在安徽养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孵育中心 一千多条即将破壳而出的小鳄鱼 用躁动打破了秋天的静谜 今年的出壳量与去年相比 在恒温34度的孵化室内 工作人员每隔几个小时就会翻开厚厚的苔藓 查看软床里每一枚鳄鱼蛋的 初步估算会减少一半以上 如果不机智地对这个难产的鱼鳄进行辅助出壳 网友的幼儿就容易在蛋壳里闷死 幼儿顶破蛋壳之后 工作人员稍加辅助将蛋壳的开口度扩大 几秒钟之后 只有手指大小的鳄鱼宝宝灵活地一个翻身 跳出蛋壳的束缚 咕咕坠地 用大眼睛好奇地打亮着这个美丽的新世界 此时工作人员要赶紧为鳄鱼宝宝 擦拭掉身体表面的粘液 简单地洗个澡 再减去腹部的臍带 将干干净净的小幼儿 放置到干净的新床上 满心欢喜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不用喂食并不代表工作人员可以对他们不闻不问 反而他们还要在这段时间加倍地精心照顾 帮助这些娇弱的鳄鱼宝宝远离细菌感染的威胁 此外还会慢慢培养幼儿们捕食的兴趣 让他们在卵黄消化期之后不至于挨饿